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那個是差不多三個禮拜 四個禮拜嗎 他為了這部戲 他臉身體真的好多 我覺得演戲最重要就是 你要看起來像 不管你演得多好 你不像這個角色 很可惜吧 之前跟黃黎晴的兩次合作裡面 他演的都是那種 西裝革履的白領精英 誰也沒有想到 就是一個曲歌手嘻哈 以前街舞 結果我們在拍這個片的時候 沒辦法連結 就是沒辦法連結 這次這個角色 我反而覺得是更適合他的 一種心 李宗盛 哪怕只是跑步 對自己的很多 方向不知所措 他把這個事情想得很清楚 對自己的工作要求 還是挺認真挺嚴格的 他真的太多問題了 有可能會怎麼樣 沒有時候 你又拍下來又回到你了 好多次心裡已經翻臉了 你覺得這個人問題怎麼那麼多 這個奇奇怪怪的 那個奇奇怪怪的 你可以解釋給我聽 這個非常多 你覺得OK 我也會乖乖地閉嘴 確實是因為他不停地在質疑我們 也才讓這個片子的 邏輯性和細節都變得很強 他以前跳舞 所以他的動作非常協調 基本上動作導演跟他說一遍 他就完全知道導演在要什麼 他真的是演員裡很會打的那種 他可以把每一個動作的細節都表達出來 他可以把每一個動作的細節都表達出來 動作導演 他可以把每一個動作的細節都表達出來 我都很驚訝 他們滿意我就OK了 他們滿意我就OK了 你必須要尊重你的工作 今天要做這件事情 我就要把它做得好 工作導演就是說 能跟這樣的演員合作是非常幸福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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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讓我抬腳 很難想上 他確實是這樣 好